腾讯体育11月8月选,黄马大射比尔森胜利,上班时拉莫斯一次犯规动作争议不小,他手机主队中场哈维尔,导致后者流血伤退,然而裁判莫斯出身红黄牌,连犯规都没吹, 拉莫斯手机对手逃过处罚此役38分钟,哈维尔前场接球尝试变相突破,拉莫斯侧向上抢断球,同时手部击中主队中场,导致哈维尔鼻血直流,受害者用双手捂着鼻子,依然没停止先射横流,对异为其治疗后,杰克国桥依然无法坚持,半场不到就被彼得热拉换下,此上赛季欧冠决赛放到萨拉赫, 导致英超受手亡伤退后,拉莫斯就风波不断,此役又热争议,黄马会长这次身退断球没问题,只是右臂毫无必要扬起,正好击中对手面部,导致主队大将伤退离场,然而当执主才爱台经别说出是红黄牌,连犯规都没判, 此以拉莫斯为背叛哪怕一次犯规,每日体育报目视,拉莫斯的手机,又一次被备处罚,欧冠本赛季尚未引入VAR,若场上无名裁判都没看到手机之类的犯规行为, 眼闭犯规的球员就会逃过处罚,爱台经近几年是德国最正名裁判之一,不过欧冠赛场惹吓得风波不少,去年836比1击败巴黎胜日尔曼一役,其多次关键判罚争议巨大,再后被巴黎上下轮番声讨还提出上诉, 前夕小精神按杜哈尔分析指出,我不认为这是拉莫斯故意的反归行为,爱台经没有做出判法,不过他应该出事狂牌,哭出